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犯罪的嫌疑人 电影一开始,朝鲜地区恶嫖遍地,民不聊生 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便捷者从朝鲜投奔韩国 总人数达到两万人之多 而知情员被称之为逃北者 男人池东哲就是两万多人中的其中一人 转眼间,池东哲来到韩国已有两年之多 这期间,他一直做着代价的工作以维持生计 这几天,池东哲被一位名叫崔京基的女记者盯上了 崔京基想要拍摄一部逃北者生活的纪录片 这才产生了池东哲 奈何池东哲这个人沉默寡言 对于崔京基的纠缠没有一点反应 不甘放弃的崔京基,只能转而开始偷拍池东哲 这天夜晚,池东哲来到一间酒馆 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此人正是信誉集团的朴会长 朴会长十几年前从朝鲜逃到韩国 之后创建了信誉集团 池东哲刚来南韩的时候 也是做朴会长的司机 对于池东哲,朴会长十分欣赏 也十分喜欢 因此,酒桌上他拒绝了池东哲的辞职申请 让他安心在自己的手下工作 之后,池东哲送会长回到家 会长消息后,管家拿出一张纸条交给池东哲 池东哲这才明白朴会长早知他的身份 而纸条上所写的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人 李光祖的住址 只不过,会长希望池东哲能够放下仇恨重新生活 原来,池东哲是从朝鲜逃过来的前特殊部队成员 他来到韩国也是为了追查杀害妻女的真正凶手 池东哲心里百感交集 除了会长的家里 看着手里的那笔钱 犹豫片刻,还是投进了会长家的信箱里面 然而就在池东哲刚打算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会长家门口的监控全部被关闭了 与此同时,一名杀手已经偷偷地前进到了会长的房中 他用迷药迷晕了会长,摘下他的眼镜,放进了眼镜盒中 紧接着,拿出毒药从会长的脚注射了进去 就在这时,池东哲赶到和杀手扭打在一起 池东哲前特殊成员的身份不是浪得虚名 来人完全不是池东哲的对手,没几下就没了声息 池东哲来到会长身边 会长看到东哲,提着最后一口气将眼睛交给他 并交代他一定要把眼睛埋掉,话音刚落,会长就断了气 管家夫妇此时也闻声赶来 见识那一片狼藉便连忙报了警 而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被杀手的老大金石浩通过监控全部看在眼里 很快,几名警察就赶到了会长家中 蹊跷的是,他们进屋的时候就锁上了房门 并且让池东哲交出眼镜 显然这些人正是杀手老大派来的 敏锐的池东哲察觉到了这一切 最终,有惊无险地潮汤逃脱 金石浩怕引出太大的动静 只能下令放弃对东哲的追赶 夜晚,几声微小的枪声响起 竟是金石浩杀死了管家夫妇 又在朴会长的身上补了几枪 第二天一早,金石浩带着警察来到朴会长家中封锁现场 并提起池东哲的指纹 原来金石浩是现任国安局的主任 显然,他要将朴会长的死栽赃给池东哲 利用嫌疑犯的身份让整个韩国都替自己抓捕池东哲 就在这时,星宇集团的二把手宋尚锦来到了现场 刚和金石浩聊了两句 宋尚锦就接到池东哲的电话 池东哲将会长交给自己的眼镜的事情告诉了他 突然,池东哲从手机中听到对讲机的声音 紧接着池东哲当即挂了电话 扣下电池和手机卡 随即掀开窗帘 发现有两个男人形机可疑 池东哲立刻从后门离开 就发现周围的拐角处都有人把守 迫于无奈,池东哲只能上了崔经纪的车 崔经纪还以为池东哲同意拍摄纪录片 兴高采烈地载着他离开 没一会儿,崔经纪就载着池东哲来到了市区 等候绿灯的空档 崔经纪看到市区的大屏幕上 正在播报朴会长被杀的新闻 他想起池东哲曾与朴会长见面 可以转头,发现车里早已没有池东哲的身影 与此同时,另一边 金石浩和高层决定 把池东哲暂定性为杀害朴会长的嫌疑人 集结国安、军情两局 合作共同抓捕池东哲 为了能够成功抓住池东哲 金石浩调来了顶级反情报专家 敏世勋担任搜查组长 敏世勋接到任务后 迅速来到了情报局总部 为了让小队的其他人尽快了解情况 当天,敏世勋的副手衰载 就将收集到的池东哲的全部资料 告知了小队中所有人 根据调查显示 在平壤以西有一个小村 村里面有个间谍训练营 在那里,十几个教官训练一名学员 训练中,学员多数非死即伤 只有3%的学员能够过关 而池东哲正是那3%中的人一人 过关的池东哲在之后的几年 被派往国外执行各类特殊人物 2009年,韩国派遣特工 去组结朝鲜军火交易 结果中了圈套 任务失败不说 还造成一死五伤的结果 就在这时 一名队员收到消息 在池东哲家中搜到了一把手枪 同时,在地图后面 发现了一份名单 名单上,李光祖的名字尤为突出 敏逊立刻下令 对李光祖这个人进行调查 紧接着 通过调查池东哲的通话记录 敏逊叫人带来了崔晶基 开门键上地揭露了 崔晶基早已被解雇 现在用一个空壳公司 拍摄逃北者的纪录片的事情 敏逊态度强硬 可崔晶基没有一丝害怕 一直在敏逊面前装傻充愣 这时 报警中心接到了池东哲打来的电话 敏逊顾不得崔晶基 急忙接通了电话 池东哲没想到 接听电话的竟然是自己的老熟人 原来 2009年的那场行动 正是由敏逊逊带领的 电话中 池东哲称 朴会长是被人注射独针杀死的 并交代 希望不要再追捕他 因为他很快就会死了 随即就刮断了电话 一旁的崔晶基 听到池东哲要自杀的消息 蜂一般的要求敏逊逊逐断逐逐逐逐 他告诉敏逐逊 池东哲其实一直在寻找杀害欺女的凶手 并打算杀死凶手后自杀 另一边 金石浩也得知了 池东哲一直在寻找李光祖的消息 说起李光祖 金石浩熟悉得很 李光祖和池东哲 其实都是前特殊部队成员 后来 李光祖逃到韩国 就投靠了密会 而这个密会 正是他一手培养的一个杀手组织 想到这里 金士豪亲生一计 准备让李光祖当诱饵 同时派遣杀手 埋伏在李光祖家附近 随时准备GG持冬哲 持冬哲很快就来到了李光祖家中 并向他询问 妻子临终前说了什么 李光祖拿出一支笔 将话写在手上 让持冬哲来看 持冬哲小心翼翼地走近 才刚看清字 就发现一束光打在自己身上 说是池内时快 持冬哲一个半身躲避起来 持冬哲比持冬哲擦肩而过 由于持续守火力太猛 持冬哲只能看着李光祖逃走 之后 接着房中的物体遮挡 持冬哲也成功逃脱 与此同时 大批警察赶到 持冬哲镇定自若 借着路人和视线死角 继续追踪李光祖 持冬哲追着李光祖 一路来到一间商场 另一边 隐世心通过监控 开始布置人手 准备在商场中围捕持冬哲 商场中人山人海 持冬哲一边躲避警察 一边追踪李光祖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李光祖跟丢了 却没想到紧接着 遇到了狙击自己的狙击手 敌人见面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打斗起来 两个人都伸手不凡 招招想置对方于死地 狙击手暂时控制住持冬哲 拿出毒针就要刺想持冬哲 冬哲也不甘示弱 抽他的一脚 将他整个人牵翻 狙击手被冬哲打倒在地 刚起身就被冬哲压倒 甚带着被毒针注射进了脖子 等到敏世勋的人赶到的时候 现场只留下狙击手的尸体 狙击手不是敏世勋的人 但带有的设备却是警方的 联想到持冬哲跟自己说的话 敏世勋第一次察觉 这件事背后或许另有蹊跷 敏世勋带着毒针 以及持冬哲和自己聊天的录音 找到金石浩 去问他眼睛的事情 金石浩就以国家机密为友 将话题略了过去 敏世勋知道 在金石浩的嘴里 问不出什么 并也不再追问 只警告他小心一点 不要被自己抓到 深夜 敏世勋找到给朴会长做尸检的法医 想要确认朴会长的真正死因 法医眼神闪躲 但回答的倒是干净利落 俗话说 没有破绽就是最大的破绽 法医没有思索的回答 反倒像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 敏世勋也沉得住气 说了些意味深长的话 又留下名片就离开了 此时 副官衰仔 也给敏世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他从崔晶晶那里 找到了一份有关赤东哲的绝密资料 据资料显示 09年的行动后 赤东哲回国 那时 正值金正恩登台 金正恩为了清楚所有隐患 将所有为国效忠的特工斩尽杀绝 赤东哲也未能幸免 受尽扩警 即使这样 为了再次见到妾子和女儿 赤东哲硬是挺了过来 只是 天不遂人愿 当东哲一路奔波 赶到妾子所在的教堂之时 妾子早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为了报仇 赤东哲这才一路追着李光祖 来到了韩国 这时 情报局再次接到了赤东哲的电话 赤东哲提出 要用眼镜和敏晶晶交易 来换李光祖 东哲清楚地知道 敏晶晶虽然不在乎眼镜 但他的上级 必定同意这场交易 之后 敏晶晶又得到了一份秘密资料 这才知道 原来当初崔晶晶被公司解雇 和金石号有关系 只因为 他报道了一篇有关国安局 贪污腐败的文章 第二天 衰仔发现崔晶晶出门了 只不过 和他们追踪到的赤东哲的位置 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敏晶晶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只能下令派出两队 分别追踪 而没过多久 警方就发现 他们被赤东哲给耍了 赤东哲将自己的手机 留在了一辆出租车上 而他本人 则是与崔晶晶碰了头 正当赤东哲开车 要带崔晶晶离开的时候 敏晶晶突然开车出现 逼停了赤东哲 赤东哲看见来人 一脚油门就要留置大吉 敏晶晶又怎会放弃 一路追着赤东哲 右派警力对赤东哲进行围堵 可即使这般 他们也仍然没能抓住赤东哲 敏晶晶几次抓捕失败的消息 传到了上级的耳朵 北韩部的身主管 和金石浩找到敏晶晶 告知敏晶晶 事实上 朴会长在国外秘密建了一个研究所 在那里研究具有 四公吨爆炸威力的新世代武器 想要在访问平壤时 送给平壤当礼物 他的眼镜里藏有的 正是新世代武器的化学公式 现如今 眼睛在赤东哲手中 而敏晶晶这位反情报人员 抓捕赤东哲去屡屡失手 身主管认为 敏晶晶早已背叛了北韩 当场撤了敏晶晶的职务 让他等着上军事法庭 敏晶晶心中冷笑 心里却不打算放弃调查 画面一转 赤东哲来到了崔晶晶的家 赤东哲准备了一些化学物品 打算溶解镜片 解开眼镜中的秘密 至于崔晶晶 则在一旁手持摄像机 拍摄下这一幕 一片微缩胶片 很快就被赤东哲取出 上面记载的 正是一串产复杂的公式 赤东哲将胶片 放进了一个火柴盒中 紧接着 便对着摄像机 说出了朴会长 被杀当天的事情经过 另一边 凌晨时分 敏晶晶与法医秘密见面 法医拿出朴会长的尸检照片 告知敏世勋 朴会长在临死前 被人注射了大量的肾上腺素 导致血管破裂 所以在中枪以前 朴会长就已经死了 枪上的指纹是赤东哲的 可子弹上的指纹却另有气人 或许 在子弹上留着指纹的人 才是杀害朴会长的真凶 另一边 有警察在巡逻时 发现了崔晶机废弃的车 金氏号得到消息 立即派出杀手去杀赤东哲 趁着所有人不备 衰仔将这件事告知了敏世勋 敏世勋想到指纹的是 让衰仔帮忙采集金氏号的指纹 并调查一下 金氏号最近的通话记录 这边 衰仔刚刚挂断和敏世勋的通话 那边 赤东哲的电话就再次打来 金氏号接通电话 称李光祖马上就到 赤东哲一听发觉不好 扔下电话 就朝着崔晶机的家中飞奔 此刻 崔晶机家中 李光祖和另一名杀手已经赶到 李光祖让崔晶机交出胶片 崔晶机哪会坐以待毙 想要反抗却被打晕 李光祖在崔晶机家中搜寻一番 在火柴盒中找到了胶片 将胶片交给了另一名杀手 让他先走 随后 李光祖正打算杀死崔晶机 关键时刻 赤东哲赶了回来 和李光祖缠斗在一起 李光祖毕竟和赤东哲都出自特殊部队 两个人也是步枪上下 赤东哲下手很力 找到机会打掉李光祖手中的枪 两个人切换到肉搏阶段 从房屋中打到走廊 想起自己的妻子 赤东哲怒从心声 渐渐地将李光祖压入下风 打斗激烈的时候 李光祖突然被背后的钢筋穿进胸口 临死前 李光祖告诉了赤东哲当年事情的真相 那时候 他和另一名杀手被派去杀死躲避在教堂的家属 李光祖在里面看到了赤东哲的妻子 心中犹豫 却没想到 另一名杀手直接开枪杀死了在场的人 李光祖虽然开枪杀死了那名杀手 但还是没能救下赤东哲的妻子 李光祖将赤东哲的女儿带到了韩国 之后 孩子就被金石浩卖给了人贩子 李光祖为了生存 也不得不加入到金石浩的秘社 他们这种人看着风光 但也都是些像命运低头的人 赤东哲听到真相 不禁流下了眼泪 他为自己误会了李光祖流泪 也为知道了女儿的下落流泪 不多片刻 敏世勋就赶到了这里 此时 赤东哲早已离开 房子中只剩下一片狼藉 敏世勋从淬金机口中知道 胶片被金石浩的人拿走 彻底对金石浩失去了信任 带上淬金机和他的摄像机 准备揭露真相 开车途中 衰仔打来电话 经过调查 衰仔发现 果然金石浩的通话记录很可疑 不久之前 金石浩和朴会长联系密切 同时 金石浩还与一位中东的军火商有联系 敏世勋基本可以断定 金石浩是为了得到胶片 杀死了朴会长 再利用胶片和军火商交易 只不过没想到在杀朴会长的途中 被池东哲插了一脚 此时 池东哲也愈落被警察追击到了汉江大桥 前后均有警察夹击 池东哲被迫跳了下去 中午 美式军带着崔经济来到了研究所 找到专家分析化学公式 经过专家的分析 他们发现 这是一种微生物的分子结构 因为和新世代武器的公式相似 所以就连专家也很难将其分辨 实际上 这种微生物能增加植物的免疫力 这才是朴会长 真正想要送给北韩的礼物 他想要帮助北韩解决饥荒 与此同时 金石浩也拿到了胶片 要和军火商开始交易 可想而知 最终这场交易并没有成功 金石浩被军火商的人赶下了车 得知这不是超级武器的公式 金石浩愤怒地给新玉集团的宋尚锦打去电话 因为当时正是宋尚锦将这个消息投录给他 现在朴会长一死 宋尚锦坐收渔翁之力 金石浩要求宋尚锦给自己准备5000万现金 否则他不会让他吼过 何宋尚锦通过气 金石浩回去紧急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打算将自己伪造的证据公布于众 坐视池东哲的故意杀人罪 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池东哲居然只身来到了发布会现场 让场面一度变得混乱 池东哲静止走向金石浩 将他劫射进了大楼内部 池东哲逼问金石浩 自己的女儿身在何处 金石浩见池东哲倒也不怕 他知道池东哲不敢杀他 因为现在只有他知道池东哲女儿的下落 池东哲见状抬手给了金石浩腿上一枪 突然一名秘坏的杀手找到了两人 池东哲顾不得金石浩 该杀手子弹耗尽才出面和杀手搏斗 趁着这个时间金石浩站起身来逃跑 还没走几步 就一面撞上了赶过来的敏士君 而此刻在大楼外 衰宅召集了众多记者 崔京基也借此曝光了金石浩的犯罪证据 大楼内 池东哲费了些功夫解决了杀手 顺着身影找到了金石浩和敏士君 他的脖子再次避问他自己女儿的下落 没料到金石浩却说 他的女儿早已经死了 池东哲失去了希望 眼见池东哲就要掐死金石浩 金石浩手按下一个开关 顿时背后的窗帘打开 对面楼顶的庶民狙击手 急急瞄准池东哲 池东哲被逼地退向后方 杀害妻子和女儿的仇人就在面前 池东哲却没办法为之报仇 金石浩见着池东哲那副模样 脸上露出轻蔑的笑 他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早就买通了不少人 金石浩胜券在握 却没想到 敏士君将自己的枪交给了池东哲 金石浩面色大变 又突然大笑起来 紧接着只听一声枪响 池东哲终于为自己的家人报了仇 一切都尘埃落定 敏士君上前靠住了池东哲将他带上车 临开车前 衰载交给敏士君一份文件 以及一个地址 敏士君将地址扔给池东哲 中途敏士君下车卖烟 特意警告池东哲在车上等待 池东哲心领神会 但敏士君回来时 车上只剩下一副手铐 几天后 池东哲按照地址来到了中国 在一极偏僻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房子 那里有很多人贩子和一群孩子 其中一个小女孩 几番回头看向池东哲 虽然池东哲与自己的女儿从未见过面 但亲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 仅此一眼 池东哲便知 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 最后 池东哲跟随那群人贩子走进了仓库 并关上了大门 这部电影剧情紧凑 可谓是一环扣一环 全程无尿点 同时也加入了亲情的戏码 不得不让人感慨 父爱如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